二天 感受就是 好困难 昨天担心他一个人 不 一个苗在客厅害怕 就把房间门打开了 这家伙 在床上蹦迪到了两点多 今天我迷迷糊糊吃午饭的时候 这家伙就要跟我抢吃的 你别吓叫了 你吃不了 你不能吃 对他好言相劝 他还不领情 这今天让着我的面开始 嗯 你刨错了 你这个二傻子 猫沙盆还在路上 所以就只能先用写盒代替了 以他的近视量 这写盒已经不开重负了 在某人的见义下 我开始用 叮叮叮 一次性筷子 趁他不注意 我就开始颤抖的行动了 瞬间当我静止 静止了清理猫沙盆的时候 我就感觉有一双眼睛盯着我 我不想吃你的这个 我只是在帮你清洁啊 不要误会了 那个 是 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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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喴